到二十二號清晨六點為止 過去二十四小時內 中國解放軍派出七艘次軍艦 和四十一架次軍機騷擾臺灣 其中二十三架次越過海峽中線 國軍以軍機軍艦和暗置反艦飛彈 嚴密監控應對 就在中國二十一號下午 發布新規打擊臺獨 國防部也證實當天晚間七點起 陸續徵禍中共殲十六運八等軍機 和無人機多達三十架次出海 有十七架次飛越中線及其延伸線 在臺灣北部中部及西南方空域現身 配合共軍軍艦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另外還有一架無人機進入東部海域 距離俄鑾比最近只有三十一海里 對臺灣形成四面圍攻態勢 對臺武力施壓 解放軍不只逐漸加強力道 軍機也距離臺灣越來越近 像是二十號再度三面包夾臺灣 當時距離基隆最近大約四十海里 因此被推估離臺北市只有二十多海里 更有退役將領認為 要是在聯合製導炸彈上裝個小翅膀 通過北斗衛星導航 解放軍就能對臺灣 實施斬首作戰 國防部二十二號也表示 下午三點 中國從四川發射一枚搭載 衛星的火箭 飛行入境經過臺灣南部 朝西太平洋方向前進 高度位於大氣層外 對臺灣沒有危害 國軍則運用聯合勤監針系統 相關動態都有嚴密掌握 華式新聞金剛成學 張宇科 解放棋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式新聞的YouTube頻道